先來關注台北地檢署偵辦金華城弊案 昨天申請延壓台北市議員應小威 以及威京集團主席沈慶金 而台北地院已經排定 今天下午三點半會先週刊開沈慶金的延壓停 上午又有什麼最新的消息 接下來要請記者張景函來告訴大家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實際帶來關心北檢偵辦金華城容積率 畢案就在昨天的時候 檢方已經向法院要申請延壓威京集團的主席沈慶金 以及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應小威 而今天下午三點半的時候 沈慶金就會先來開這個延壓停 因此上午囚車已經抵達了台北地方法院 先讓我們看段稍早期畫面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沈慶金 今天是坐著輪椅被罰警推進候審室 而且她身體跟樣子看起來都相當的虛弱 因為沈慶金在整個積壓的過程是曾經有進出過醫院被罰警借護就醫的 所以這一次要申請延壓就等於說她還要在看守所裡面 可能還會再待兩個月 那到底結果如何我們下午也會持續的帶您來關注 那回顧整體事件呢為什麼沈慶金以及應小威呢 又會被延壓呢 又會被申請延壓很有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呢 在整整兩個月的偵辦過程中呢 始終呢是行使了監莫悬 對案子的細節內容呢是完全不願意透露的 不過在檢方這邊呢也掌握到一些相關的事證 包括沈慶金呢過去曾經多次的匯款金額 非常高額的金額呢 給應小威作為公關費一共是四千多萬 另外呢沈慶金還找來朱雅虎鼎樂集團的董事長 他們呢找來旗下的七名員工 每人捐三十萬元一共是兩百一十萬元 給民眾黨作為政治獻金 但這真的是政治獻金嗎 還是其實是一個行賄的金流呢 目前檢方也還在偵辦當中 所以呢需要更長的時間來釐清這些相關的細節 才會來申請延壓沈慶金以及應小威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呢應小威的助理吳順明 他這一次呢是被檢方申請拒保停壓 而外界也相當懷疑為什麼吳順明反而是可以拒保停壓的呢 原因呢很有可能就是他已經認罪 可能已經轉為污點證人了 那檢方的新聞稿昨天有指出說呢 吳順明雖然有收押的理由 但是已經沒有收押的必要了 而至於下午的庭訊結果如何 我們也會隨時為你掌握 以上現場最新情形 時間介紹 我是小燕彭內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